這個問題是 年紀大跟年輕 還是有一些要磨合的地方 像我們年紀大了以後 物質慾望會降低 以前瞎買 亂玩 什麼都玩過了 可是老婆還年輕 她對於新的事情 她很有想法 她有嘗試 這時候也會無法同步對不對 對啊 因為她大三的時候 我就跟我在一起 一路到現在 對 所以那時候是完全 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沒有法律問題嗎 沒有啦 十九歲啊 剛好啊 對 剛好我有查她的ID 所以那個時候 我完全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到了五十幾歲 說實話 史惠友的物欲都降很低了 就像有時候我們 像我們前一陣子出國 然後沒有衣服了 以前都會想說 買一個好的 買一個貴的 像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衣服 也才台幣一百塊 然後就可以穿 然後料子好就好了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物欲 然後新年也是 什麼新鞋 新衣服都不要 女孩有就好 小朋友有就好 但是老婆還剛三十幾歲 她還剛切除到這些東西 覺得好像不錯 是應該買一些好的東西 所以最近我幫她買了 一個好的包包以後 她好像開始有一點上癮 想要收集顏色了 對 就看說 這個誰 比如說浩然傑也有 誰誰也有 就開始買買買 像前一陣子吧 她才跟我說 那個百貨公司有那個紅利點數 要把它花掉 就載我去 現在有一個粉紅色 對 只有粉紅色配衣服也不好配啊 對 他已經有粉紅色囉 要有一個基本黑色 對 然後想說 反正那個點數可以花掉 我們就去買 結果一去以後呢 買帶以後刷卡的時候 我說這個不是可以扣點數嗎 幾十萬不是可以扣點數 她說沒有 全那個百貨公司都可以 只有我們這一家不行 她說那我老婆知道 她說她當然知道啊 所以擺明就是拐我去 去買這個東西 幫她消費 你會不會你跟他們去的時候 她在挑 她挑完了 也不理你 然後問他們兩個 小的說 媽媽這個好不好看 他們都說好好看喔 會 對 三個人狼狽為奸 就是這樣 而且一個說要粉紅色 一個說要藍色 所以兩個一起買 然後都說以後是你們的喔 我想說以後還能撐到那麼久 才奇怪吧 但是小朋友現在就喜歡 老婆現在就比較喜歡這些 比較好的一些事情 跟我們現在就比較不一樣 康哥來 康哥 其實我以前很崇拜李小龍 現在也很崇拜 然後我就會收藏他很多的東西 然後只要買到一個 或者是歌迷送給我 我就很高興 很雀躍 可是現在好像 對 沒有什麼物欲可以滿足我了 李小龍的也不行 對 也覺得還好 沒有什麼需要 就是 然後如果說老婆說要去看海 就覺得說很危險 對嘛 風浪大了 聽 消高厭苦 怎麼看夕陽 怎麼看日出 就要去露營 蚊子很多 我們想的都是這種 就因為年輕的時候 交過很多女朋友嘛 這些事情都做過了 看海都看過了 看戲也看過了 以前認識一個也是很年輕的 老師要帶我去出國 帶我出國一定是我買機票嘛 注射嘛 就為了跟他過夜來一下嘛 年輕的時候嘛 那個肉欲嘛 然後他又要帶他媽媽去 對不對 然後去那邊就要找名牌店 他就進去 我就不要進去 因為 不值得嘛 你外面叫也不用花那麼多對不對 我是說 搞笑 結果 他一直在那邊 我就不太理他 我跟他媽媽在外面等 結果那個店員香港人嘛 還跑出來 你啊 去叫你爸爸跟你媽媽進來 一起煮煮一碗 爸爸媽媽 我是跟他媽媽站在一起 比較合適 跟我們那個都還是喜歡 幼稚子的嘛 但是我這個太太就不會 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因為他在杭州 那時候 我去杭州找他 他只能當地陪嘛 導遊嘛 那他還不能自由行來台灣 所以我就跟他約 我們兩個去香港 碰面 然後機票我來幫他處理 他說不用 他自己有工作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應該跟我以前的 交得不太一樣 我對他的印象都非常好這樣 哇 你們這張照片是什麼 這張是 因為我們現在出門 幸福感爆棚 其實我現在出門去吃喝玩樂 都是看在我太太 我女兒 我兒子 那種很快樂很快樂的時候 我就很滿足 我現在的快樂是因為他們的快樂 然後呢 所以呢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我太太跟我有時間可以去 去看演唱會 她就會 就是很滿足 特別開心 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因為兩個人要相處的時間 變得比較少 因為都要帶孩子嘛 那前兩天去吃一個喜宴 我女兒看到那個新娘 因為她第一次參加人家的婚禮 她就看到那個新娘子穿那樣子 好像公主 好像很漂亮 她就好高興 好高興 其實新娘有什麼 就沒什麼嘛 人一次一次 可是她才四歲嘛 沒看過 她沒看過 她就覺得 好高興這樣 有沒有說我要當新娘 不是 然後我上去唱歌 然後她就跑上來 然後在旁邊跳舞 那麥克風給她 她就說我要和爸爸結婚 她全部都愛笑 她就說她要當我的新娘 爸爸最開心就這時候 也會表演 然後 不好說咪咪太年輕 做事常有虎頭蛇尾 對 雖然老師說她的那個能力很好 但有時候也是 怎麼講 年輕人比較少 就舉例 她每次只要一個事情起一個頭 永遠受不了尾 就像我前一陣子生日 她就說 好啦 因為我從來沒有搭配過 我就幫你弄一個什麼 驚喜的生日 我說什麼驚喜生日 帶你去泰國 結果驚喜變驚嚇 她帶你去泰國 對 她說我來處理泰國 因為以前都是像我們一樣 我們買機票什麼 我們都自己來訂飯店 她說沒關係 這次你的生日 我幫你負責那個商務商 到那個曼谷 全部我包了 結果她只買了機票 後面就都沒了 然後到了前三天的時候 我問她說 你那個餐廳訂好沒有 飯店訂好沒有 什麼東西 接送什麼的怎樣 我說那個要訂喔 那個不是 他以為雞加酒是不是 一般就有了嘛 說去那邊再看就好了 我說去那邊再看 到時候你飛到泰國外 沒有位置怎麼辦 有那麼接頭 對啊 我想說你這個都不用處理 她說我不知道 因為以前都是 交給老公來處理 我們這些老男人 來處理這些事情 他們那些小女人 也不願處理 沒辦法剩三天 全部把米其林的餐廳也訂了 飯店也訂了 接送 還有什麼那些護照 什麼簽證 全部搞定以後 才把我們的曼谷行 才全部弄完成 要不然 只有靠大號 我們兩個到機票 一到那個下飛機後 然後人咧 怎麼辦 什麼都沒有 就整個完蛋了你知道嗎 小朋友的年輕人 就是看一半而已 看到前面沒看到後面 都完全不可靠 我們請教一下黃宇甫老師 哪些生肖命格的女人 有超強的幫夫運 所以你知道一裡生一裡生 阿翁就一直彈 我們現在講是以女人的生肖來看 她能夠幫夫 旺夫 那賢妻良母 我們想真的是取到就賺到的 這種的女人生肖 我列出三個來 好 第一名的呢 我翻給屬老鼠的女人 老鼠的生肖 台灣太太 那個屬老鼠的呢 她基本上呢 我們講她的個性 比較是屬於聰明很靈活的 然後她還有她的特性就是 累積財富 事業夥伴 就是老鼠她本身 她理財能力 她能夠累積錢財 最重要呢 她可以跟老公一起工作 一起開公司 一起當夥伴 或者說如果只有老公做 她沒做的話 她可以給老公很好的意見 讓老公說 你應該怎麼做怎麼做 提供很好的 有用的資訊 最重要的呢 這個老鼠呢 她還能夠很懂男人的心態 男人要什麼 不要什麼 她想要做什麼 她能夠付出 那這樣的狀況下呢 她能夠體諒老公 然後說能夠為老公設想 這是一個很好的 所謂的太太 很好的這種 幫夫旺夫的女人 這是第一個 我們用老鼠來看 好 那第二項呢 我們是搬給鼠蛇的 女人的生肖 那女人如果是鼠蛇的話 她的個性呢 是溫和能幹 不但溫和能幹 她而且非常努力 非常的善良 然後呢 家庭重心 取到就賺到 什麼叫家庭重心呢 就是說你家裡 不管有多少的家人 先生小孩 她的飲食 她的環境 她的穿著 甚至家裡的布置 她能夠設想得很好 非常的井井有條 然後呢最重要 她教育小孩 也有她的一套 要如何教育到 小孩子的成長 讓她的個性 讓她讀書 功課能夠越來越好 然後呢 這是我們講的 取到賺到 因為她非常的勤儉持家 我們講一般的賢妻良母 成功的女 男人的背後的太太 這是屬蛇的女人 第三個生肖 是屬龍的 女人的生肖 那屬龍呢 她的個性呢 比較是屬於 圓榮活力 所謂圓榮就是說 她人際關係很好 對外 可能是 不一定是她自己 是老公的客戶 老公的廠商 對內呢 可能是婆媳 可能是著離之間 還有叫住戶之間 都是 她能夠圓榮 還有重要 她又有活力 就是比較擇一心重 她本身的事業工作也不錯 但是她能夠把這個 工作事業的福氣呢 分享給老公 所以她真的是旺夫啦 也就是說 她能夠越老越旺 讓老公的運氣越來越好 步步高升 那這三個生肖之外呢 我特別還要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我們看一個女人 會不會旺夫 會不會幫夫 最好身上呢 不能太瘦 不能太薄 我們講太單薄的女人不行 什麼叫太單薄 太單薄 有的女人身體看起來就是一片 就一個紙片人 紙片人 那個腳呢 像我們說 那個鳥的 腳啊腳 然後屁股沒有肉 沒肉 然後腰子呢 像蜜蜂的腰 蜜蜂腰表示 完全就是沒有嘛 像這種女人 可以說她沒有福氣 而且我們講 全身太瘦 她生命力也不足 我們講 如果植物太瘦 她植物也會倒了 她如何能夠幫老公 所以我們有時候 要能夠有幫老公 幫夫運的女人 身上要略略有肉 肉肉 我說略略有肉 不是叫你很肥胖 很臃腫 不是 就是略略有肉 看起來圓潤圓潤的 這種是最好 就屬於這樣的女人 她能夠有福氣 然後能夠幫夫 旺夫 這一點我覺得是 不管任何生肖 都覺得值得特別提出來 給觀眾朋友做參考 作伊集團 作詞